又削包了,又削包了,唉,小讲堂对削包已经讲过一次了,开始连续两三天都有朋友说她的兰花削包了,我也是没办法了,只能再把削包的原因给大家讲一次了。 现在这个季节如果是在室外养兰花的朋友可能会考虑兰花进入室内了,但是进入室内后一定要控制好温度,如果温度过高了,削包就是必然的。 特别是老兰友可以加入到兰花小讲堂里,把您的宝贵经验分享在评论区里,让大家也可以学习到,或者私信给我,我在用小讲堂的形式分享给大家。 在观看小讲堂的同时,希望朋友们可以多多支持和鼓励我一下,使用西瓜视频的朋友可以长按点赞键三秒,强烈推荐一下小讲堂。 下面咱们再来讲一下削包,为什么兰花会削包? 兰花削包是兰友最害怕的事,一年的养兰收获就是为了看开花闻花香,如果在花苞即将春化成功的时候,突然间就削了岂不可惜? 通常我们说的兰花削包,是指兰花冬天多指春兰和惠兰的花苞在生长或者春化过程中,莫名其妙地发生枯萎、腐烂、干别等现象,而致使花苞失去生命力。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兰花的削包呢? 一,水分方面,兰花根系与叶片的洗湿程度是不一样的,兰根喜欢较为干爽的土壤,而兰苗喜欢较湿润的环境,这是针对兰苗而言。 对于花芽来说就不一样了,花芽不仅需要通过控水来分化,同时也需要环境湿度下降来配合,但是如果环境湿度太小的话,出土的花苞容易湿水而干枯,这是典型的花苞生长期,因为缺水而引起的削包,也就是说,分化花芽时需要扣水,但是花芽出土后就不可以再扣水了,花芽生长是需要一定湿度的。 我是在北方阳台养兰,湿度最低不要长期低于40%,如果长期湿度过低,削包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可以给蓝盆周围喷雾,接水盘里注水来增加湿度,当然湿度也不能过高,不要走极端。 二,花芽期湿肥。 花芽期的兰花对于肥料较敏感,特别是液态肥罐根湿,更容易引起削包。 两年前有一盆灰蓝的花芽都一十公分高了,手养之下给它浇了一些肥水,结果过了十多天全盆花芽都削包。 一般来说我们在秋天之前都已经给兰花施过肥了,而且冬天的气温较低,都是不建议此时给兰花补肥的。 但有些朋友在兰花入室预开时感觉兰苗渐肥力,怕开花会透支兰猪的能量储存,此时如果非要给兰花施肥。 首先,确保环境温度不低于15度,这样施肥后才能被兰根吸收利用,不会造成肥害。 而花苞期施肥以缓施肥为主,缓施肥刺激性小,它的肥力释放时间基本可以与花蟹将发新苗的时间吻合。 可以弥补开花引起的蓝猪透支,再就是喷湿低浓度的叶面肥,何为低浓度? 例如我们平时喷的磷酸二氢钾1800倍叶,那么在花苞期喷就需要对到1500倍以上。 3.光照过强削包 秋末冬初的时候,温度渐低,光照强度也不像夏天,早秋时那么强烈,有些花友觉得多给兰花晒太阳有助于花芽生长,于是就会长时间把兰花摆放在有强光照的环境中,结果几天以后,花芽就会干枯。 4.这种情况比较普遍,要是你的兰花从原本光照不是太强的地方移到光照强的地方养护,向阳一面的花芽发生削包,八成都是太阳晒的。 4.温度过高削包 5.这个是重点,大多朋友都是因为这个问题削包的,特别是北方的朋友,因为对兰花的爱而伤害了兰花、春兰、惠兰、连半兰等品种的兰花,冬天都应在低温环境中2-10度生长至少30-45天,完成春花,然后才容易开花。 5.要是养护兰花的环境最低温度高于10度,最高温度高于25度,营养生长过于旺盛,花芽就会早早干枯,不能正常开花。 5.也就是说由于温度升高,兰花以为到了春天就不再开花,从而转换成发芽了。 5.这个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怕兰花受冻,心疼它就放到了屋里,结果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5.好了,今天咱们又一次地讲解兰花削包的原因,知道了原因大家就不要犯这些错误了,如果您的已经削包了,那只能等来年再赏花闻香了,当然没有出现问题的朋友一定不要犯这些错误。 我是爱兰说威子,今天的小讲堂就到这里了,大家不要忘记长按点赞键,强烈推荐一下咱的小讲堂。 下期不见不散了,再见。